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指导的电影《暖身宣传》 刘若英在台上表示 很久以前就想要来打卡上班 终于愿望成真 跟五月天在一起像回到家一样 回到了后来的《我们的起点》 刘若英的电影导《演出女》 做《后来的我们》正直宣传期 他透露 剧本最初的创作灵感 就是来自五月天这首同名歌曲 当时深受歌词 无论这后来故事怎么了 也要让后来的《我们人生精彩》住 感动 也成了新片最佳注角 爱信表示 其实我们很早就知道消息 我觉得电影一定会很好看 因为很多条段 只是从奶茶的口中描述出来 她就觉得感动 拍成电影出来 还得浪 刘若英在创作剧本时 同时也正在准备巡回演唱会 这次回归演唱 回舞台 也让她回忆起了当时创作的感觉 心里觉得很感动 很踏实 因此演唱会叫来刘若英 不仅是互相站台 也是双方首次同台演唱 后来的《我们》刘若英 演唱唱名曲后来 演发全场莫人合唱 她忍不住感动泪崩说 电影后期阶段时 整个人很崩溃 真的要谢谢大家 谢谢五月天 他们是我的吉时语 当谢泽暖心回音 需要我时 我都会在 刘若英 左十四日为五月天 演唱会唱杀战战台 合体交唱 后来的《我们》 相信音乐提供 刘若英演唱名曲后来 也把全场当合唱 让她感动魏风 相信音乐提供 五月天人生无限公司 演唱会惊喜不断 相信音乐提供 音乐èle提供 音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